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 这样看来 人称义是由于行动 不单是由于信心 二十六节 身体没有生命是死的 同样信心没有行动也是死的 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要点 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的行动 这个就是表明我们生活的方式 就是会照着我们的知识 把它运用在生活上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体会 我们想要从耶稣的俗价比例 我们需要认识圣经的真理 同时呢 我们需要照着真理的这些训事和生活 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 从耶稣基督的俗价比例 那相反 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事情 而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愿 我们的感觉去生活 也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生命 所以这样可以看来 也得不到耶稣基督的俗价 因此我们可以留意到 这个俗价一切非常宝贵 可是我们需要努力 才能够真正的获得 那现在我们可以留意到就是 耶稣基督在公元33年 他以十一个中生的传辱 所定立的这个企业 所以在这个画面 我们就特别留意到 关于这个基督仪式 在当时最重要主要的 也就是对这一些称为 小群人的这个分子 使他们得到一种利器业的管理 因此我们从圣经里来明摆 这个小群人 他们到底是有多少呢 而且他们的身份是怎样 我们可以打开 在启示录的十四章第一节 我们打开启示录的十四章第一节 第一节 他说我观看 汉阿 明杨高 站在西安山上 有十四万四千人 跟他在一起 这些人 额上 都写着他们的名字 都写着 他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 所以他告诉我们 这个小群人 他的数目有限 而且他有谈到 清楚的谈到 是十四万四千个人 他们一起 在耶稣基督的天上 基安的山上 所以这个不是地上的任何一个山 而是象征着上帝的皇前 天上皇后的 天上地位 所以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出来 这个有限的十四万四千个人 他们以耶稣定立了 特别的企业 所以我们从去年的受难纪念 可以看出来 当时全世界 有一千六百零九万一千六百二十二人 参加这个受难纪念 可是属于小群人的 却只有八千五百六十五人 所以这表明 在这一大群人当中呢 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另外的民养儿 所以小群人 只剩下这么少 这么少 这个小群人 也就是从耶稣基督 他跟第一世纪的门徒 定立契约以来 一直呼召这个小群人 一直到我们这个世代 十四万四千个人 这个名额已经而满 所以他们就成为一个 在天上能够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那他们会从事什么呢 让我们继续留意 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十节 我们打开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十节 他说让他们组成王国担任祭司 归于我们的上帝 他们将要做王统治大帝 所以他们在天上有两个身份 第一 他们要从事祭司工作 第二 他们会从事军王的工作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组到祭司的工作 就是要把我们有罪的人 跟上帝之间 为了做出这样的一个沟通桥梁 也就是要帮助大群另外的民养 可以以上帝和好 然后他们会把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可以修职好 同时他也会做王 这个王也就是表明他的王国 天上的王国治理的助理金王 所以这个助理金王就好像一个国家里面有元首 在元首底下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管理的安排 例如行政院长这些地方的县长等等 所以这些工作 他们会合力的把地上的子民 可以把他统治的地球 可以恢复一个完美的情况 那关于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留意到 他们怎么知道 他们是大群人 是小群人呢 他们怎么知道 他们有资格领食象征物呢 关于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的八章十六十七节 在罗马书的八章十六十七节 他透露了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八章十六十七节 他说圣灵本身和我们的心一同作证 表明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既是上帝的孩子 也就是承受产业的 所承受的是上帝的产业 和基督一同承受产业 所以在这边我们留意到 他说圣灵和他们的心作证 所以也就是有圣灵的推动 还有他们自己也确信 他们就是属于小群人 所以这个两个同时作证 他们表明自己是受高的身份 因此他们会领食这些象征物 那关于这些 他们有这样的圣灵名证之外 那关于大群人 我们怎么可以知道 我们还有这个大群人 在地上的这个身份呢 我们再从启示录的十四章 第四节经文 他透露了这件事情 我们打开启示录的十四章 第四节 这里他说 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是从没有亲近 拟人而玷污自己 始终保持童真 不论明阳高到哪里去 这些人都不断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类当中买来的 是献给上帝和绵羊糕的最早收成 所以你留意在最后的这个部分 他这里谈到 他说是献给上帝和绵羊糕的最早收成 最早收成 接下来也就是会有其他的收成 那其他的收成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再看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六节 我们可以打开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 耶稣说 我还有另外的名羊 不是在这个羊圈里的 我必把他们带来 他们会听我的声音 并且合成一群 为一个牧人 所以这个牧人 也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另外的名羊呢 他们会和小群的 合为一群 所以这表明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有另外的名羊 那另外的名羊 圣经也进一步的透露 他们就是有希望 在地球上享有生命的上帝的子民 所以上帝 他有他的管理 以及地上愿意服从耶稣赎教的人 成为他的地上子民 因此我们可以留意的 就是这些大群人 他们并没有 以耶稣基督 并立去耶的关系 所以他们不会 领时象征物到天上去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那属于大群人的阶级 今天我们会特别留意在这里所代表的 耶稣的血 耶稣的饼 得留意在这里所代表的 这个问题之上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将会成为旁观者 在我们当中 也是都属于另外的名羊阶级 因此我们会用功劲的方式 在这里纪念这个特别的仪式 我们这样做 也就是表明我们体会耶稣 为了我们所牺牲的生命 既然我们也没有在 新约定立的契约之下的双方 因此我们会检讨自己 可以留意这些 所代表的象征意义 我们会尊重耶稣所付出的俗价 那关于这个象征物 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知道耶稣 他在地上 他能够完美的做完 他的这个任务 他都没有犯罪 所以耶稣在基内仪式的时候 也提醒 他的血才能够 犯起有罪的世人 我们所有的世人 因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都是有罪 所以没有一个世人 可以牺牲自己 可以犯起另外一个人 因此我们可以体会 关于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 为什么值得是这么值得的 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 五章七八节 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 五章七八节 七节 你们既然还没有发酵 就要把旧效 就要把旧效除掉 好成为新的面团 因为我们一月的韬羊 基督已经被杀牺牲了 所以我们守这个节 不要用旧效 也不要用象征恶行和罪恶的效 倒要用象征诚实和正直的无效饼 所以你可以看出 在这里所用的是没有加效 没有加任何香料的 纯洁的一个代表 它是用全麦的这个面粉 或水以后慢慢烤 把它烤成半固熟 所以这是表明 耶稣的身体 它是完美无效的 那葡萄酒 它是没有加任何香料 这个纯葡萄所做的 这个葡萄酒 葡萄红酒 所以也象征着 耶稣完美的学 所以这是我们从这里可以认识 这个无效饼和葡萄红酒的意义 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留意着耶稣的分物 我们会特别来纪念这个仪式 那这个仪式是怎么样传下来呢 我们可以来看 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 二十三二十四节 那我们可以打开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 二十三二十四节 这里是师父保罗 他写下来 他说 我从主那里品受 又传给你们的 就是主耶稣 一人出卖的那个晚上 他拿起品来 感谢了 破开说 这指的是我的身体 是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不断这样做 来纪念我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留意 在天上我们指非的父耶和华 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中国人在纪念他们死去的祖先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死亡的意义胜过一般人的死 因为借着耶稣的死 为人类打开了在地上 和在天上 得到永远生命的机会 我们多么感激你 会然是像你的爱子耶稣 为了救赎人类来到地上 也很感激耶稣的无私的爱 愿意牺牲他的生命来救赎人类 而他的生命就由无效品所代表 因此虽然我们所怀的希望在地上 我们大部分人不会直接吃这样的饼 可是当我们在做传递饼的时候 无以可以沉思的心和感谢的心 来想到耶和华和你的爱子 我们显示出的一切爱 我们在出几这样的聚会 也的确可以显然你们的爱 所以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传递过程当中 可以对你们的爱有更深刻的体会 对你的救赎人能够怀取信心 在未来的生活上 能够继续爱你们 我们开始传递饼的时候 做这样的感谢祷告 奉耶爱子耶稣的名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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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